麵餅 大家好 我是王阿寶 今天帶大家來到 Town Gas Cooking Channel 煤氣教主 今天我會教大家煮個 甜酸脆蝦球兩棉黃 還會洗出秘密武器 補你成功 好 事不宜遲 先煮麵餅 準備一鍋的大滾水 把麵餅在滾水之下放進去 約望麵餅煮兩至三分鐘 中途要全程大火 麵餅煮完了 現在用罩餅煮一下 麵餅煮好了 現在用廚紙把多水分隔開 然後養鬆 讓它冷一點 麵餅煮完了 現在我們先處理蝦 這個蝦很新鮮 很美 是有殼的花竹蝦 我們把蝦撕掉 頭去掉殼 但我們會留下縫尾 用來當作配襯擺設 蝦殼撕完了 現在就要把它在面上再吸一層 蝦不用用布包著放冰箱 不太麻煩 何況布就沒有那麼維生 秘密武器 絲結全效萬用紙 這個廚紙 符合三重食物級標準 吃得安心 煮得放心 我們怎樣看它乾不乾身呢 蝦面如果是赤色的 代表是很乾身 那些蝦乾水分 炸起來自然脆口 現在把蝦的背開 有些蝦也有很多膏 我儘量避免弄傷膏 如果看到蝦腸 就挑一條蝦腸出來 這是一個小小的分享 有時候我們用廚紙 正方形很大塊 有時候一塊多 這個廚紙真的方便 有時候我們用少少的 可以用半張來用 用多些的可以用正方形 現在我們把蝦 輕輕加調味料醃了 加少少鹽 加少少糖 然後我們拌拌 拌完之後 我們加少少的蛋漿 這個蛋漿有什麼用呢 讓炸的時候 吃起來有少少的蛋香味 會增加那個味道 我們是用全蛋的 不用用蛋白 因為待會我們炸 都會金黃色的 最後就加少少的生粉 好了 放在旁邊 醃幾分鐘備用 蝦都處理完了 接著我們要煎麵餅 煎麵餅 我們一定要加足夠油 否則不夠油 不夠脆 這個麵餅剛剛煮好了 現在就放涼了 煎麵餅 放入麵餅 麵餅下鍋後 就不要動 讓麵餅定型 反出來就好多了 好 現在翻了 嘩 真是 不是讚自己 真是 好 翻完之後 我們要加多一層油 現在這層油 加起來就足夠了 好了 麵餅底面都煎好了 接著我們就 禮牌動作 用兩格的廚紙 放在碟裡 待會大家看看 神奇之處裡面 好 我們先把麵放進去 嘩 接著我們的鑊 有少許油 這樣就不要浪費 但是 將這個 泰國露筍仔 順便在鑊上 煎一煎 我今天就不煎了 用煎的方法 一來煎它有鑊氣一點 而來 它的菜味 即是露筍味 會比較重 好 中途 我放少許鹽 給它 沾兩滴水 地味 滷水 現在已經煎熟了 將它倒塌 沾油 和水 我現在把麵餅上碟 我用刀剷掉 大家看看廚紙有什麼情況出現 你看油是否吸得很快 如果炸東西吸油吸得夠透 吃起來就沒有油膩 還可以減少攝取150kcal 問你夠健康嗎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減少攝取150kcal 讓我告訴你 因為這張廚紙 計算吸油量就是剛剛好 150kcal 麵餅上碟了 現在我會用油去炸蝦 炸之前也會加少許乾粉 然後拿著蝦味放進去 讓我定型 然後先把它放下 把蝦炸至金黃色都熟透了 然後把蝦撈起 好了 蝦炸完 然後把蝦放進去 拿著我把蝦放進去 把蝦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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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得更乾了 現在要迅速放進去 表面的多餘油分 減少油分吸收 好 蝦油處理完了 接著我們處理芡汁 芡汁很簡單 放少許清水和茄汁 少許白醋 少許鹽 加點糖 這是甜酸汁 煮完之後 再放少許芡 芡汁已經賣完 然後把麵餅放在上面 先把材料組裝 先把甜酸汁 淋少許在麵餅 再加少許在蝦面上 大功告成 這個甜酸脆蝦球 搬這兩面黃 當然還有我的秘密武器 司傑全校萬用紙 幫你吸收150個卡路里 順便介紹多樣產品給大家 就是這個抽取式的廚房萬用紙 單手都可以拿去 足夠方便的筷子 兩款廚紙都符合三重食品級標準 煮得安心又吃得放心 在這裹上加些日子 我們會做的 在那裹上加些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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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有看 一次 對